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右上角QR Code是大師天地捷手遊的社群 那可以加入大師這個天地捷手遊社群 密碼是3315678 好那今天要介紹的天地捷手遊的情報是伊斯多 人物情報 還有一些招式這樣子 在天地捷原作中 人偶一詞經常被提起 如束髮如鋪的女神兵妮 呆摩可愛的女僕希薇雅 都是製作非常驚訝的人偶 而率身心善的尼雅少女伊斯多 也是人偶序列中的一員 伊斯多 出登場於幽神幻境路 來自於充滿抑鬱風情的尼雅 在某次機緣巧合下結束了夏侯儀一行人 在閒聊中夏侯儀等人發現伊斯多的村莊 可能恰好有著他們要尋找的東西 而伊斯多也很爽快的提供通往村子的路線 伊斯多所生長的村落名叫 拓魂 是個與世隔絕的小山村 通往外界的路只有一處極窄的山洞 村子裡的人是外界人遠如鬼滅 認為外人身上的氣息會遭了不響的東西 夏侯儀等人剛進村子 就吃了許多病門坑 這張眾人即將信信而去之時 伊斯多的好友竟突然消失了 在消失之前 恰恰是去了伊斯多爺爺 明令禁止色族的後山附近 你們看得到嗎 伊斯多等等 然後這邊寫 夏侯儀大哥是你們 文宵安妮大哥平安 恩 安妮大哥是之前 恩 之前請 他們一起去外面好像是 拿什麼東西的任務吧 沒有忘記了 然後遇到夏侯儀一行的 因為安妮大哥 好像中毒了 然後請夏侯儀等人幫忙 所以從這邊看起來應該是十字系的 劇情 恩 不過當時我十字系的劇情沒有玩到這裡 所以我也不確定這邊到底是 新真人呢 還是我沒玩到的地方 好 再來 眾人在後山附近發現一個 幽斃的傷洞 地上上落者許多受害者的屍體 探查進去發現原蘭是丹因在裡面行創命之移 而支持丹因害人的始終俑者竟然是伊斯多爺爺 原蘭早年間村子裡來了一伙盜匪 燒殺強烈無畏不作 伊斯多在奈茶浩劫中喪命 就當他的爺爺悲痛萬分之時 丹因出現 丹因許諾會藉屍鬼之處復活伊斯多 將其做成人偶 並每三年為他換一副身軀 而製作伊斯多身軀的材料就是新鮮的活人 若是三年之期來到卻沒有新的身軀 那麼伊斯多則會立刻上架 再也無法重生 身門村長的爺爺 丹霸並答應了丹因 定期為他獻祭村裡的活人做創命之移 然後這邊是丹因的招式 展示 白格召喚 伊斯多萬萬沒想到 席日慈眉上目的爺爺 竟因為自己竟害了這麼多人 這個純不善的小姑娘 哭得求爺爺停止縱容單一再繼續害人 這樣他自己也能夠安心離開這個世界 卻和他過世的母親相見 面對伊斯多萬般自得的淚水 爺爺也煩然醒悟 吐露了心聲 我本身也清楚自己放下的惡行 但沒想到這一切能夠讓我的孫女活下去 我也就媚著人性 將惡人做到底了 說吧 祖孫惡人便互相懷抱痛哭了起來 爺爺答應他不再縱容單一害人的請求 並深刻 懺悔了自己的罪行 答應見狀便拂袖而去 他的爺爺也答應伊斯多 在他生命最後的蓮華裡好好陪著他 答應先是和你剛才說的話我是親到的 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要我的生命是這樣換來的 對不起伊斯多在那個時候不管怎麼樣也想他也活過來 可是我爺爺我一個人回家可以做這麼多吸恩這麼多人的性命嗎 爺爺不要 好 這個 這邊的劇情是跟原作幼城差不多了 然後他的阿圖是長這樣 變年輕的 然後伊斯多是長這樣 我們等一下再給你們看對比 然後這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爺爺答應了他不再縱容單一害人的請求 我覺得這句話有點 不太好 因為明明就是 阿圖是 請單一幫忙的啊 怎麼說他是害人呢 他可以不要做的啊 明明史若俑哲 但當然就是 是阿圖是自己的本意 可是怎麼可以說單一害人 單一是跟他交換條件的啊 然後這邊交換條件他沒有講到 欸 這邊的確沒有人講到 當初單一會 單一是因為 希望請阿圖子齁 借他那個 那個山洞裡的一個 藏書室齁 那個藏書室有很多 很多書室單一 有興趣的 那那些東西呢就是當初 霍庸 在那個 那個 那個寶 突然忘記叫什麼了 在那個 阿羅蘭啦 在羅蘭的那個 藏寶寺 不是藏寶寺啊 那個圖書室 的 一塊 然後分到 那個時候因為 幽承 的降臨的關係齁 幽承沒有降臨 是那個 魂天地動儀 然後把那個 呃為了讓 就是 不要讓那個 那個 漢朝 侵略那個 柔蘭得到一些 就是 書籍之類的 我這樣講是對的嗎 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就是那時候會用一個禁法吧 分成好幾個部分 然後有一部分散落到 拓魂村莊裡面 好 尼亞的少女從不吝惜自己的性情齁 無論是喜悅或是悲傷 她身為那座田徑的小村莊 幾乎一生都未曾離開那矮矮的主牆 她的心智永遠是那麼 純樸 且善良 善良的伊斯蘭心懷大愛者 確實令人敬佩 單一恨他爺爺連手做了那麼多年 因意志之虛 放下刀天的罪行 與無辜受害的村民來說 這樣的以因正法 但令人唏嘘的是 正在伊斯蘭爺爺的角度小 身後門人的性命都被到 匪奪去了 為了自己的孫女 決定去做泯滅人性的事 千古罵免自己一人承受 只求了自己可憐的孫女不要離開 好高昂君出現了 其實伊斯蘭的遭遇恰恰對應上 天地劫系列故事的 主基調 如餐廷被困擬地界的九黎一族 為了讓族人 擺脫輸命之苦 不惜與人界開戰 只為爭奪一處安身之地 而滿口仁義道德的正派人士 寧願犧牲少數人而換取大樹蒼生的性命 仔細審視你會發覺他們 其實都是可憐的 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場罷了 其目的也不過只想要救贖自己的家鄉 命運多傳 事事無常 孰是孰非 難以抉擇 這其中的對錯 就留給後人去評說吧 善然 善良純真 人偶伊斯蘭 如今在天競節 幽城在你手遊當中登場 獅子助遊屬性為光 可為少俠的旅程提供一份助力 好 光屬性 這個圖案好像變了 再來那個天賦 前程祈禱 治療效果或百分比的提升 在行動結束後 附近的友方會被施加劈甲的效果 友方的物防可以得到可觀的提升 目前應該也是阿卡 應該是沒有動 我感覺招式好像變了 好像有點變化 星象光明的伊斯蘭正被正氣還生 他能激發出心中澎湃的正氣來抵禦敵人 無論是妖魔還是鬼怪都畏懼 這束束光 因為這是全正的正道之力阿 神器流轉 然後 前程祈禱 增加物防 強力回復器神器流轉 群奶效果拉馬 瞬間回復範圍內所有友方氣血 並為他們驅上一個有害狀態 可為群架必備 輔助光輝阿 在手遊中也是非常強力的輔助之一 好 退魔之陣 群體 群體解控技退魔之陣 星天三年伊斯蘭可以擊破一切妖像 使範圍內所有友方或著預謀 預謀的狀態 按百分比 加強自身法防 當被敵方施加debuff時 記得趕快跑來伊斯蘭身邊喔 純真人偶擺魔不清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介紹到這邊阿 感覺有一些禁好像有加強 退魔之陣好像沒有 之前好像沒有 還是我沒有玩他的關係 好那我們看一下伊斯蘭跟阿圖茲展相 伊斯蘭悠誠的伊斯蘭長這樣 然後天地劫的伊斯蘭長這樣 恩 法色就不一樣喔 好那阿圖茲呢 阿圖茲長這樣 阿圖茲長這樣 然後手遊版的阿圖茲長這樣 年輕的很多呢 年輕的很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伊斯蘭多介紹到這邊阿 那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一個追蹤IG FB還有對手 那手遊第三次封測 在1月會 開始封測吼 那什麼時候 封測1月幾號還不知道還沒公佈 那公測的話應該是明年3月 應該是3月11日還是16日忘記應該是16號 好啦那 大家就多多關注大師的頻道 那有任何的消息也會發在大師的天氣解鎖的社群裡面 跟 大師的頻道 那就這樣子喔 謝謝大家經營的收看 掰掰 掰掰